Hello,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文文房坑指南第四篇 跟大家聊一聊印度小叶子坛佛珠 金星爆满的佛珠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过分的追捧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因为脱更的时间太久了 很多粉丝都在后台私信 说你这断更了一个多月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八月底的时候接了一批定制的工作 工程量特别大 而且要求的也是特别严格 所以说从开料就一直盯着 盯到前几天包装礼盒的定制跟制作 也是自己在盯着 所以说终于是忙完这些事了 也是收获不小 这一批的利润空间还是非常好的 也是把全年所预想的这些利润额 都已经拿到手了 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 我一定会好好的做视频 整理视频 争取每天一更 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些小的知识 小的方面的这些看法 OK咱们言归正传 今天继续聊这个印度小艺子坛 金星爆满的佛珠 首先金星一定是好的 这个大家不用去质疑 我也不是说金星不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子坛盘门时间久了 就是紫黑透黑 紫黑透黑呢 如果没有金星的点缀 确实是没有那么漂亮 自古咱们玩这个子坛 就是分牛毛文子坛和金星子坛 而其中金星子坛一定是上品 加品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分去追求 为什么 首先第一点 大家要知道 紫坛这个金星是怎么形成的 十年前大家普遍认为 这金星是树木导管中的矿物质 印度小艺子坛生长的土壤中 矿物质比较丰富 所以说被根茎吸收后 会残留在导管中 导管中的这些矿物质 会有金属光泽 这就是咱们看到的金星 但这几年被很多人所推翻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 这金星其实就是导管中的树脂 这些树脂是木质的自然现象 所以说跟本身树木生长的时间 包括生长的自然环境 关系不是特别大 再有就是什么位置金星最多 我给大家拿一块原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印度小艺子坛的原料 分为最外皮 咱们叫树皮 跟所有的树木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树皮内部会有白皮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外圈白色的部分 其实不是树皮 而是白皮 白皮以内深颜色的 这个咱们叫格 也就是印度小艺子坛的原木 这个原木 金星一般都会在外层区域 行业内管这个外层区域叫做外标料 这个外标料的优势呢 就是金星比较清晰一些 比较明显 而且呢金星饱满 但是它有一些缺陷 比方说 它的油蜜并不是这块子坛料中最好的位置 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棕野一般都会比较粗 比较大 很难盘出非常好的玻璃底质感 咱们拿到一块子坛料 料子如果按油蜜来区分 最好的料子咱们叫做二标料 就是外标料跟树芯料中间这一块 这块料子的油蜜是最好的 而且棕野也是最细腻的 最适合车这些佛珠 其次呢 就是咱们说的外标料 油蜜稍差一些 但是它金星的效果会好 最差的是树芯料 这个树芯料一般都会有空芯或者开裂 咱们都知道十三九空 再有有的树芯料呢 因为生长的时间比较短 它树芯会有黄芯 密度非常差 油芯也非常差 很长时间都不会这个养花上色 所以说树芯料的佛珠一般是品质最差的佛珠 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玩这个 爆满金星的佛珠呢 也是因为爆满金星的佛珠啊 普遍棕眼都会粗一些 就像刚说的盘弯出来的玻璃底质感会差一些 而且呢 现在确实是市场价格偏高一点 而且啊 现在市面上所谓的爆满金星的佛珠呢 也都有点小猫腻 毫不夸张说啊 90%以上的商家在处理所谓的爆满金星佛珠的时候 都会用胶水打磨 胶水打磨会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提亮 让这个金星显得金光闪闪的 提升它的亮度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它会堵住棕眼 让这个木粉凝固在这个木质的棕眼中 显得棕眼特别细腻 有这玻璃底质感跟泥料似的 其实都是一些手段 所以说盘弯这种带胶水磨的珠子啊 一是困难比较大 再一个是说白了 您玩的可玩性也比较小 如果您要说 喜欢玩这个紫檀的油蜜 其实我更推荐大家玩这种二层料 咱们说二标料的这种高油蜜的紫檀的佛珠 价格也比较合理 如果您要说 我就必须得找一条爆满金星的佛珠 我就喜欢金星 就要玩点与众不同的 玩点这个顶尖的 那我教您一个比较简单的 辨别真假金星的方式啊 您可以在网上买一个这个手机镜头放大器 非常便宜 几十块钱 五十倍到一百倍都可以 一个小夹子夹在手机上 然后近距离的话 拍一下紫檀佛珠的照片 然后把它放大 看一下这个金星的形状 看几点啊 如果金星 它这个棕眼里的金星非常饱满 而且形状比较规则 圆圆的 而且又比较密集 这种东西啊 您最好就别考虑了 如果价格低的话啊 这个东西一定不对 如果价格高的话 那价格绝对是天价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您就别想了 您找那什么呢 紫檀啊 近距离看 它这个金星是不规则的 不是圆形的 而且它有的棕眼里头有 有的棕眼里头没有 有的棕眼里比较饱满 有的棕眼里又是凹陷的坑坑洼洼 这种料子是可以玩的 最起码第一点保真 而且这种呢 您可以跟它商量商量价格 如果说 我个人提供一些建议啊 比方说高油密的2.0 内标料 就是咱们说的二层标料 这个珠子市场价格在个 大几百元 五百到八百之间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爆满金星的 金星比较密集的 再个一千出头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要说超过一千五 或者两千多 那我不太建议大家去追啊 因为我觉得 溢价太高 意义不是特别大 不管是保值空间 还是收藏价值 其实我都觉得不是特别大 OK 今儿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 免费鉴定估价 老单沉香 拜拜